美在殖利率下挫,美股开低走高,四大指数收涨,道琼指数,S&P500,其涨七个交易日,台子期开涨0.13%,电子期开跌0.01%,金融期开涨0.03%,抽码面部分,台子期进步为三大法人进多单增加2358口至9337口,其中外资多单加码超过空单加码,进多单增加2270口至7942口。 十大交易人中的特定法人全院份台子期进多单增加4258口至12477口,台股昨日再度以红K棒向上垫高并收复所有均线,盘式维持短多趋势不变,为亮年急动至2100亿附近,短线缺乏上工动能。 短期台股呈现震荡盘间格局,可能性较大,考量近日反弹幅度较大,近日K红色柱状体逐渐缩小,需格外提防拉回可能。 操作建议上,除了短线量大且强势个股客作为操作标的外,观察近期走势一致且具题材族群,长势较容易具有连续性,亦可作为短线选股标的。 原副期货认为,台子拉出连五红,且FIX指数由14.21下降至13.89,下降了0.32,显示市场的避险情绪有收敛。 目前技术指标交叉向上高过高,地不破低,多方架构明确。 成交量能若能缓步放大,有力延续反弹走势。 成交量能若能缓步放大,有力延续反异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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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